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回到POKEMMO 今次就是想教大家 怎樣可以令到屠道犬學到替身這招技能 首先你要準備三隻寵 首先第一隻 第一隻就是會替身的精靈 這裡我選了屠道犬 第二隻我選了巨鉗螳螂 第二隻的需求就是需要有一招急速折返的技能 注意這裡的速度線需要非常清晰 譬如巨鉗螳螂這隻第二隻絕對不可以發過第一隻 因為第一隻是需要先發動替身的技能 接著就到第三隻 第三隻就是你需要寫身的精靈 即是你跟哪個學呢 這隻將會是跟第一隻學的 大家可能會有些奇怪的疑問 為何會有帶道具呢 這個道具其實是純粹為了令到第三隻是比第一隻快的 速度值是怎樣呢 排給大家看 速度 速度其實是2 第三隻是排第一 接著就是3 2 1 第三隻一定要快過第一隻 快過第一隻 也要快過第二隻 好 那我們開始吧 現在就去 現在準備好所有東西我們就可以走了 去到這個三藥市左手邊有個深色的草地 深色的草地那邊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裡 這裡就有機會觸發雙打的對戰 在這裡慢慢撞到雙打為止 好了好了 現在已經是有兩隻精靈了 那就可以來了 好 一開始就會出了一隻圖導圈和巨劍螳螳螂 這裡就根據你所學的技能 這裡學替身 因為其實替身的招技很麻煩 那我做了先給大家 再講解大家 講解給大家聽 這裡就用急速折返打到圖導圈 哎呀 電光石火被你搶先一步 不過不要緊的 這些沒什麼影響 好 圖導圈先開替身 那居然同樣用急速折返 打爛圖導圈的替身 之後呢 我在這裡就換一隻需要射身的精靈出來 好 那所以為什麼第三隻的圖導圈 速度上一定要比一號仔快呢 就是這個原因 那這個照用替身會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速度是問題 它是不會比第二隻圖導圈的 那第一隻就寫到第二隻上 那大家看到已經是有替身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兩隻已經有替身了 一招啦 還有第二招 好 那為什麼替身這招技能呢 如果要寫的話 是有點麻煩呢 因為呢 如果我方替身之後呢 你如果再用寫身 在替身的精靈裡 是會沒有辦法觸發到寫身的 沒有辦法觸發到寫身 它就會判定你寫不到 也沒有了那一下PP 這裡大家都要注意 如果其他技能呢 就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不過替身就比較特別 特殊一點 所以呢 就需要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不過其實 嗯 都不算太難的 只要你有巨炎螳螂這些強力的 急速折返 其實都可以 最重要不一定要有巨炎螳螂 但是呢 急速折返 速度要拿捏得好 以及你的攻擊力一定要大 好像巨炎螳螂一樣 一下就一定會穿 所以呢 巨炎螳螂急速折返 是...可以說是... 一定可以的 而且它的速度也不會太高 OK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又來到這裡先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攻略 有什麼MMO的攻略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之後再去... 看看有什麼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あー Jста Cheers Yes